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很快来复习一下上一堂课的内容 上一堂课其实我们有提到就是 kinetics process事实上讨论的就是一个steady-stay的flow process 也就是说你把状态呢 你是把这个系统拉力平衡状态 然后它回到平衡状态的这个path 跟它相对应所需要的时间 就是我们kinetics在意的flow process 所以当你要描述这个kinetics process的快慢的时候 或是你说是这个flow process 从偏离状态平衡状态到平衡状态这个过程的快慢的时候 那无外乎就是有几个就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第一个就是driving force 也就是把它拉力平衡状态的这个driving force 然后以及既然有driving force 所以就会有相对应的flux 也就是单位时间单位面积有通过的量 因为就是一个flow process 就有一个不管是原子的flow atomic flow, heat flow 或是electrical的current 那这样的过程通常都会伴随着entropy的production 所以这几个都会是可以量化或聚光描述这个flow process的快慢的一些indicator 所以我们就有在这张图片中跟大家说 哦就是driving force跟它产生的flux都挺为重要的 但最后除了这两个之外 然后以及它所伴随产生的entropy production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前面几张一开始的 课程中也有提到的 就是很重要叫system inertia 或者说transport resistance 或transport mobility of the system 它会决定这个flow process的快慢 举例来说 就像是一个材料 我是与同样的温差 那大家就会觉得说 那应该会有热流 但当我使用金或使用碳不同材料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了解 就是大家也可以都可以推测 我的heat flux会不一样 那为什么heat flux会不一样 因为system inertia 或是transport mobility 或resistance of the system 是不一样的 那就这个热流来讲的话 就是每个材料的thermal connectivity不一样 kappa不一样 所以就会导致于说 虽然我都给它100度C的这个温差 但它们的热流不同 就是因为材料特性不同 那在前面的例子我们用力 然后用同样的力 然后它质量不同来比喻 但真的在kinetics process 在我们的mass transport heat flow或electrical flow 这种例子里面呢 这个system inertia 就会是直接关乎到这个材料的特性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heat flow 就会跟这个材料的summer conductivity有关 那就同样的类比 大家就可以猜到说 我的mass transport 就会跟diversivity有关 electrical flow 就会跟这个材料的conductivity有关 所以现在就有一点概念 就是说我要描述这个 heat flow process 或mass transport 或electrical flow的process的时候 我需要知道这个driving force 然后此外 我需要知道这个flux是多少 此外我也需要评估这个材料的本质特性 对不对 然后当然 其实后来我们就有提到说 对对这些都挺重要 然后同时它这个过程一定都会 因为它是个不可逆的过程 所以它一定会伴随 会产生这个summer entropy production 那是不是有一个universal的equation 可以把它们全部连在一起呢 那为什么energy state function 不适合做这件事 那其实之前有提到 以gips free energy为例 如果我们想要知道 gips free energy的变化率 也没有太大问题 根据前面我们所推导的equation来讲 你可以写成这样 但你就会发觉说 当我想要探讨 gips free energy的变化率的时候 它就跟这一个turn 温度变化率 压力变化率 跟成分的变化率 是有关联的 那这三项需要全部算出来之后 你最后才知道 gips free energy的change rate 所以这样的话 相当 相 就比较难以预估 或量测 也就是说你需要 知道每一个项的exactly的值之后 你才能加完 加减完之后 你才能知道 dg over dt是多少 是负的多少 或者是 所以后来我们就有提到说 如果要真的描述flow process 比较适合的equation 除了包含这些特性 就是可以描述flow process 一些特性之外 我们会比较建议是 用entropy production 这件事情 那在这里的sigma dot 就是entropy production rate pervalent 那后来我经过一系列的推导 发觉这个equation 事实上可以用在 heat flow electrical flow 跟mass transport上面 都会符合 当绝对温度 乘上entropy production rate pervalent 会等于flux 乘上drive它的driving force 那后来的三张 三四张图片 就是来证明这件事 第一个就是我们用热流 来做一个例子 那我们就发觉到说 当我有两个chamber 一个是hot chamber coachamber的时候 我分别计算 它的entropy的change 然后把它加重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会发觉 这是一个net的change in entropy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发觉说 其实heat flow 这件事情 它其实是伴随着 entropy production 那思想如果 我们刚刚前面那个例子 我想要确认 温度乘上entropy production rate pervalent 是不是会等于flux 跟乘上它的driving force 那flux在这里的话 就是heat flux driving force的话 大家就会想说 应该是温差 temperature gradient这个turn 所以既然你已经算出了 net change in entropy 那你也可以formulate 同样的式子 也就是说你用entropy production rate pervalent 所以entropy production rate pervalent 对不对 那我们就把它稍微 然后这个entropy production 你就把这个 这个式子 带进来这里 这里 然后因为我们的目标 会是把右手边 这里变成heat flux 所以我就把这个边整理一下 称heat flux 刚好这里有heat flux 单位时间单位面积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heat flux 然后接下来就应该要等于flux 乘上什么 driving force 然后再除以一个绝对温度 对不对 所以就在把它剩下的东西整理一下 剩下这一个 然后长度 还有这个 对不对 然后这里就看到t1-t2就是一个温度 对不对 温度差 然后再除以l就是个gradient 所以就是负的temperature gradient 对不对 然后这边 这里就是个负的temperature gradient 然后发觉还有t1-t2 所以在你的细体里面 事实上就是 有提到说 如果t1 我们假设t1乘上t2会等于tm的平方 那这里就是tm平方 那我就可以把一个tm留在这 然后另外一个tm在这 为什么要把它留在这 因为这最后 不是要温度乘上entropy production rate 等于flux乘上driving force 对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来做的假设 所以你后来就可以成功的证实 在heatflow这个case里面 也可以得到一个绝对温度 乘上entropy production rate 或者flux乘上driving force 但在这里的话 大家要记得 我的driving force 会是负的temperature gradient 除以t 不单纯只是大家认知 负的temperature gradient而已 好吧 然后此外有几个细节 例如说t1-t2 为什么会是负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t1-t1-t1 通常我们的heatflow是这样子流 所以通常是t2-t1 对不对 然后 所以在这里t2-t1 才会是那个 所以我们就变t1-t2 所以就会给它一个负号 就会变成t2-t1 OK吗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证明了 这个热流的这个process 事实上会产生entropy 此外它也符合 绝对温度乘上entropy production rate 等于heatflux乘上driving force 在这里driving force会是这个 好 然后刚刚是不是有漏了讲说 为什么会是A跟L 就是因为我假设这个metall bar的面积是A 然后这个长度是L 好吧 这个在习体里面都会有 好 然后接下来是 Electrical flow的case 那Electrical flow就是在这个金属 金属材料上面 有两端给予不同的电压 V1V2 然后V1大于V2 所以我这边有一个电流 是电流不是电子流 电流往右 电流从高电位移动到低电位 然后电流降流 然后我们发觉 当你电流降流的时候 你就会 因为电流也会带热 那基本上就会有一个 Jow heating的效果 然后我们想要证实 就是在这个Electrical flow 这个process里面 是不是也有产生 Entropy production rate 是不是也可以跟电流 跟它的driving force 所link在一起 所以我们一开始是用almost low 也就是说我用 Power the generation rate 来做计算 然后就可以一样是 单位时间 单位体积 然后产生多少热 然后后来做一些转换之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一样我们最后也是要希望是变成flux 所以是这里的话就是i除以a 所以这里就可以知道je 这里指的就会是current density 因为是current出于面 current density 然后出于一个driving force driving force在这里是负的 electrical potential gradient 一样这样子流过来 所以是v2-v1 然后这里是v1-v2 所以我们再给它一个负号 然后同样这个设置 我们一样就是已经知道flux driving force 所以右边我们下面我们要推导 就是温度乘上entropy production rate 那这样就会相等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两个是相等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值 那这个是在electrical flow的例子里面 那最后是一个mass flow 那mass flow的话概念上就是 为什么会有原子的diffusion 基本上就是a原子 如果我们单就a原子来看的话 a原子在左边这个浓度xa a比较高的地方 它的chemical potential 跟在a浓度 浓度比较低的位置 一定是它的chemical potential是不一样 所以就会说死 导致于a原子会从这里被推到这里 所以我们就要穿它的delta mu 就是它的driving force 然后经过一系列的计算 我们也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就是说 t温度乘上entropy production rate per valent会等于atomic flux 这位就是单位时间 单位面积有多少个a原子通过 然后乘上它driving force 是负的electrical potential的gradient 那gradient指的就会是 这个delta mu距离 那这里可能会有同学 这边有点犹豫 你这里是sa bar 是指单个a原子 产生的entropy 所以partial atomic entropy 那你有几个a原子通过 所以这才是total的entropy production produce的entropy 有多少 好不好 那这就有证明了 所以我们 前面这些投影片 其实一堆证明 其实为了要证实说 我们刚刚提到的 绝对温度乘上entropy production 会等于flux乘上driving force 可以适用在heat flow electrical flow and mass transport上面 好吧 好 如果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 就是move forward 那也就是我们要讲 第四节的部分 是关于coupling of forces and flux 在我们前面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在这个equation里面 我们目前谈记的tGA例子 其实都只有一个driving force 不管是在mass transport 我们讲的时候 heat flow有temperature gradient 跟electrical flow electrical potential gradient 只有一个driving force 但如果我有两个driving force 两个以上的driving force 那我怎么样 我是不是仍然可以用这个equation 来计算entropy production rate per valent 来描述这个flow process的发生快慢 答案是可以的 但它需要做一些修正 那修正主要是在flux 这个turn上面 也就是说 简单来讲也就是说 如果你有两个以上的driving force 像是温差跟电场的时候 那温差这个时候你就会想 我这个系统应该会有两种flux 一个是heat flow 一个是electrical flow 那如果同时存在两种的话 就会发生一件事 也就是说我的温差 事实上会贡献electrical flow 也就是说我的electrical flow 会因为温差而受到影响 同样的我的heat flow 也会因为我的电位 我有电场而受到影响 那影响多大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花很多时间 篇幅调论的叫coupling coefficient 就是说影响多大 就跟这两个coupling coefficient 是有关系的 然后最后 接下来在第四节里面 我们还会讲到一个 热电材料的非常有名的特性 叫seaback跟peteer effect 那热电 那其实就很像coupling的那个 也就是我的温差 会产热电材料它的特性 就是我的弱温差 在这材料两端有温差 那在这 这个就会drive它产生电流 这个东西就叫做什么 对不对 seaback effect 那peteer就是倒过来 就是说我给它一个电流 通过这个材料 那这个材料的两端 就会产生温差 那它就一个热跟电 之间的一个交互作用 然后最后我们 最后会讲一个onsacca的symmetry 那它基本上是一个简化 我们在 预估 我们在 我们在简化我们的coupling coefficient的 这个计算上面的一个小小的技巧 那等一下会说 那我们先要讲什么是 当有两个例以上 有两个以上的例的时候 那他们 会彼此 在对方的flux上面有所贡献 那这个tenal贡献多少 我们叫coupling coefficient 那我们怎么样定义这个东西 那就要先从 什么 就要先从entropy production rate 开始 才会比较清楚 因为它的推道 就会是从entropy production rate出发 因为毕竟我们 还是要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说当我有两个以上的 driving force的时候 这个equation 到底哪里要求 被修正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先从entropy production开始 那entropy production 在热力学的聚观上面 它是告诉你说 它的定义就是 在肯定的情况之下 然后当我在温度T的时候 肯定的过程中 然后这个系统 吸放热多少 我就定义为它的delta S 那这是个聚观的定义 那在围观的话 基本上是基于统计热力学 也就是说 我的伤 事实上会写等于 kb乘上log omega 那omega指的是 omega指的是排列组合的总数 也就是状态的总数 那还有可能的基于 哪些组合 我们叫它做omega 所以在原子之间的组合 就比较是围观的 所以很多人叫它 就要做microscope的definition 但不管是聚观或围观 它还是要遵循 我的类似伤的 伤还是需要是 手痕的 也就是说 当我有一个系统的时候 我有一个cell 我有一个系统 它的S的变化量 无外乎就是 别人给它的 跟它自己产生的 所以Ds flux 这个flux 指的就会是 come from come from 附近的 entropy 也就是说 别人给它的entropy的flux 加上它自己如果会产生 所以就是production entropy production 对不对 好 那如果你有这种概念 其实这个概念就跟指量 手痕其实蛮接近的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我是一个系统 然后我的伤 我这个系统 系统里面伤的变化量 我还会就是 变给我的伤 的flux entropy flux 跟我自己产生的entropy 那就这样的定义的时候 大家有时候 这样的定义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但有时候你就会非常困惑 我们前面在讲 equilibrium state 跟steady state 我们来回去检视一下 我们那时候在讲 这两个不同state的时候 process的时候 我们在对 在讨论它伤的变化的时候 有些同学就会蛮困惑一些事 我们来厘清一下一些概念 我们那时候讲到说 equilibrium state指的是什么 它的状态函数不随时间而改变 那伤也是一种状态函数 所以它的ds 在equilibrium state 应该要是等于0 这一ds 则就会是系统面的 total的伤的变化 等于0 那基于这个的话 在equilibrium state的话 是它也没有接受 父亲的flux 它自己也不会产生 所以这个等于0 这个等于0 所以这个等于0 这个等于0 这个等于1等于0 但在steady state flow process的时候 蛮多同学针对这件事情 那时候老师 你的定义也是说 我的state function 不随时间要改变 但这件事情就非常的 困惑某些人 为什么呢 因为照理讲 我的state function 不随时间要改变 说我的ds应该要等于0 老师他 但我们前面 这等于0 对不对 但是老师我们刚刚前面 那一页说什么 我们在算什么 entropy的production 那就表示我专注的 这个系统面 它有produce entropy 不管是刚刚的 热流的case 或者是刚刚 diffusion的case 这个算出来一定会是正的 这个等于0 老师这合理吗 当然合理 就是说 在我们前面的那个例子 我们算的entropy production 指的会是那个系统 没有问题 但它并不违背 我们的state function 不随时间要改变这件事情 所以就告诉你说 我这个s flux 跟我的商 跟环境 或邻居的 邻居 或是环境 所交换的这个部分 会是负的 所以它最后加总 还是会0的 懂吗 所以我们现在 用那个equation entropy production 这个equation 所算的这个entropy 是系统的 但最终 我们就用系统 加环境来看的时候 ds还是要等于0 可以吗 OK 好 如果这样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要走下去 也就是说 我们已经知道了entropy production 需要考量到 flux 附近给它的 或是它给附近的 跟它自己产生的 那我们就从这个equation开始 我抄了一下这里 就是说我的ds 会等于自己产生的 跟 别人给你的 或你给别人的flux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式子 对时间 做偏尾 那不就会是 商的变化率 对 所以这里就会是 商的变化率 然后 entropy production rate 然后 对不对 因为这是 对商做偏尾 所以是entropy production rate 然后这个是什么 DS flux 然后对 时间做偏尾 那就会是 Full Divergence Of Entropy Flux 这个概念 跟大家 为什么会讲 其实这之前我们有上过 我们在直辆手横的时候 有跟同学们讲过 这个部分 就是 我们那时候在讲的 不是商 我们在讲的是 浓度变化的时候 浓度对时间的变化率 会等于负的 Divergence of Atomic Flux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变成 C变成S 这J 就会变成 Entropy Flux 所以概念上 就是这样 然后有同学就问我说 那老师老师 这边 我们那时候讲的 Entropy Production Rate 不是有Pervalent吗 对 你可以把它全部 这整个式子 在一起处于体积 也不太受到影响 好吧 然后接着从这里到这里 就只是做个一项而已 就是说我把这个 移到左边来 那就会等于左边 这个移到左边 就是这个是右边 左边这个式子 你把这一项 移到这个左边来 就会是Entropy Production Provalent 那Entropy的Change Rate 加上这个Divergence of Entropy Flux OK 好 然后接着 接下来的推导 就会是需要看 Lecture Note的 第六第七页 那我直接先讲结果 那它主要是 Based on 热力学的第一定律 能量守恒定律 的一系列的推导 然后就会告诉你说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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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氏质到最后会等于 我的温度 乘上Entropy Production Rate 会等于这个氏质 那这个氏质有什么 有Flux 跟温差的这个Driving Force 再加上 Summension 如果有 Igert Flux 跟它的Driving Force 就把它Summension起来 那它在这里的Driving Force 这里指的是 用Phi指的 就会是Potential的部分 不管是Electrical 或Chemical Potential的部分 那基于这样的话 你也可以把 大家都Summension起来 都变成一个Flux 乘上一个False 那在这里的话 你要把这两个 整合在一起的话 你的Flux 指的就会是 Heat Flux 那这个Driving Force 在温差这里 就会是Fu的 Temperature Gradient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 那如果是 其他Potential像的话 就会是 例如说我们刚刚讲的 Electrical 就会是 如果是 如果是Diffusion的话 就是Atomic Flux 对上Fu的 Chemical Potential Gradient 那如果是Electrical Flow的话 就会是 Current Density 乘上Fu的 Electrical Potential Gradient 所以就会变成这样 那你就把它Summension起来 所以从这里 你就可以知道 如果我有 两个以上Driving Force 那我就把它们 怎样 就加总在一起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写成 这个的Flux 时常False 我就把它写成 Alpha Falpha 对不对 然后接着 还有一个推导 就是关于Flux的推导 我在这里Flux 又会跟什么有关呢 因为我这里 很明显 我有Alpha值 就会是可能 一个例两个例 对不对 那我这个Flux 到这里的时候 Flux就会变成 J Flux 就是Flux Alpha 就会变成 Linear Approximation 也就是说 我有 从这个式子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Beta可以是Alpha 所以可以是 当Beta等于Alpha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这个会等于什么 我的JAlpha会等于 当Beta变Alpha会变LAlpha Alpha FAlpha 然后加上 当Beta变Beta的时候 就变LAlphaBeta FBeta 在这样的式子里面 推导也会在 第六第七页 但你从这里 你就可以知道 当我系统有存在 Alpha跟Beta 两个例的时候 它们两个例 都会贡献 JAlpha 就是Flux OfAlpha 都会贡献 那FAlpha是直接贡献它的 所以这像是什么 像是我给它一个温差 那它就直接贡献一个热力 但如果系统同时成 存在电场 这个电场也会贡献热流 这是这样的概念 那这是这样的结果 好 那我们在我们去看 Lecture Note的推导之前 我就顺便把下面一起讲完 之后我们再去看推导 也就是说 那什么叫Coupling Coefficient 我们刚刚有答应同学说 我们要用这个式子来 带出什么是Coupling Coefficient 在这里 FAlpha是直接贡献 Drive产生JAlpha的 但因为系统存在FBeta Beta这个例 那它也会贡献Alpha的Flux 那这一个系数 LAlphaBeta 我们叫它做Coupling Coefficient 那它的写法向来都是L什么什么 通常都会是下面 后面这个叫做 Drive的Drive Force 然后Drive是哪个Flux 所以在这里 因为我们讨论的Flux是Alpha 所以这里就是LAlphaBeta Li是Beta DriveAlpha 在这里也是Alpha的Li 贡献在Alpha Flux上面 所以这就是Coupling的Term Coupling Coefficient 那如果同学们对这 还是有点点困惑 那我们就用一个例子 来做来举例 也就是说 假设我现在有一个F Capital Q 那这里大家可以写下 这里指的就会是 我有一个温差 因为Q这里就是Heat的那个Q 然后F small Q 这一指的会是 我有一个电场 我电位差 因为small Q 然后我在这个金属的Bar上面 我给它温差 跟给它一个电场 那请你告诉我这个 怎么求它entropy production rate 这个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说 我有两个例 所以我可以直接用这个equation 叫做Flux Force Equation 我可以直接写T Sigma Dot 然后submission Flux乘上Force 所以背上这个 我就把FQ JQ FQ 因为这个II嘛 然后加上FJ Capital Q F Capital Q 那QQ这里指的是 Current Density乘上 Full的Electrical Potential Gradient 然后这里的Heat Flux乘上什么 Full的Temperature Gradient 除以T 对不对 那这就是一个Flux Force Equation 然后接下来 我们要算这个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可以知道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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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求得这个 但Full是我们给它的 所以我们既然可以 Apply在这个Metal Bar上 所以我们就一定可以知道 这两个值是多少 然后接下来 这个要量 这个也要量 也就是我的Current Density 跟我的Heat Flux要量 但在量之前 我们based on 我们刚刚的这个结果 就可以知道 我的JQ Current Density 事实上它会 它等于什么 它会等于 Current Density会直接等于 它会等于 LQQ FQ 然后加上因为还有 Temperature Gradient这个Ten 所以会还有一个 Coupling的Coefficient L smallQ capital Q 那这个写法 就刚刚如果我刚刚说的 Current Density 是直接 被Drive 被Electrical Potential Gradient 所Drive 所以这里是 Direct Coefficient QQ 那这里 因为有热 有温差 Drive Force 在这里 所以也会有 Coupling Coefficient 同样的概念 Heat Flux也会 Direct Drive By 负的Temperature Gradient 所以T 然后前面这个Coefficient 我们叫它Direct Coefficient 对不对 直接因为 我的热流 是直接 最主要 热流的贡献 还是在温差的部分 但因为我现场 我这个系统上面 存在电位场 或电场 所以它也会贡献热流 那这个贡献多少 就是我们叫它做 Coupling Coefficient 可以吗 那我平常在写的时候 我会建议同学们这样写 就是说 你写出一个热流 然后你就写 你就看说 这系统有几个 Drive Force 就把它分别写下来 然后接着再写 它的Coupling Coefficient 那Coupling Coefficient 我就有讲到说 它的写法就是 先写L完之后 你就先靠近False 这里就是 因为它这边 右边这边讲 是False Drive Heat Flux Q 这也是Electrical的 Driving Force 所以贡献在热流上面 然后这里 Current Density 也是一样 就写两个 Driving Force 完之后 就写Smoke Q Q 因为这边是 Current Density 那这是Heat Flux Drive的 OK 所以你这里 你就可以知道说 诶我这个 其实这个值 这两个值我也都知道了 As long as我知道这个 我就都可以 最后就可以求 Entropy Production Rate OK吗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Lecture Note 看一下Lecture Note 等一下 好 看一下Lecture Note的 第六页跟第七页 好 同学们打开Lecture Note 那Lecture Note的话 就是它里面 其实有一些 我就是之前收集到 就是廖老师 或者是我收 廖老师这边 或者是我收集到 一些Question 然后有一些Answer 然后你们可以 作为练习 然后有一些 比较多的推导 好不好 然后因为我们觉得 课程内容有限 然后 DETAIL的推导 我们通常都会把它 放在Lecture Note里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第六页 好不好 那 刚刚有答应同学说 要推导 什么东西给大家看呢 就是刚刚的 刚刚的 这个式子 为什么我的温度 乘上Entropy Production Rate 后来会变成 这个式子 你可以把所有的 会变成 Flux Driving False的 这个Summension 就是你可以把所有的 Flux跟 Driving Force Summension 起来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很快 看一下 它实际上 推导一开始 是Based on First Law 热力学的 First Law 这就是内能 等于 DU等于 S 对不对 然后这边不就是一个机械工 加上一个非机械工 那我们就把它变成 稍微移一下 然后把机械工跟非机械工 把它放在一起 然后这里不就有一个DS吗 从这里开始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 因为我们后来讨论都是 我们要推导的那个目标 叫Entropy Production Reprovalent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里会要处于什么 对温度 对时间做偏尾 然后再等处于T 就把左边这里变成 Entropy Production Rate 所以Partial as Partial T 概念上就是 Rate of Entropy Generation 然后接着 接着 得到这里之后 然后接下来就是 你就会有一个 就会用Continuity Equation 把这些换掉 完之后 这个Partial as Partial T 就不就会等于 我们刚刚推导那个 Entropy Production Rate 减掉Divergence of Entropy Flux 对不对 然后这里的话 这两项的话 你就可以观察这两项 这里这一开始 从这里推到这里 基本上都是热力学的 刚刚的守恒定律推导的 那你就会等 这一项等于这一个圈圈 然后Divergence里面 这个Turn 就会等于Entropy Flux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Entropy Flux 就等于中间这个Turn 然后我的Entropy Production Rate 就会等于前面这个Turn 然后接着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看到这个Turn里面 有几个我需要换掉 就是JU 需要换掉 所以我又用到First Load 然后得到 用First Load完之后 我把JU再带进去 所以这边有一个Note 就告诉你说 JU要带到前面 Entropy Production Rate 这个式子里面 然后你就 再带完之后 你就会整理整理整理 然后用到一些Question 我会帮你写的 然后最后就会得到 这个式子 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式子 在PPT上面那个式子 所以大致上概念是这样 然后细节同学们再去看 这个式子不就是 等一下 这个式子不就是 就是这个式子吗 对不对 好 好 那接着就是中间 到这里 就是我们还有一个东西 没有 刚刚就是Lecture Note那里 有非常清楚说 就是这样推导 但有的同学对于单位这件事情 会不会有点concent 说单位他们会是一样的吗 所以我们也是 这张投影片就是要跟大家说 除了刚刚的那样子 详细的推导之外 如果你check unit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unit的部分 T层上 Entropy Production Reprovalent 那Entropy的话 它的单位事实上是 因为是 是在特定温度之下 然后它吸放热多少 所以它的分母其实是一个K温度 所以就把这个温度删掉 所以它就只剩 Jour 然后是Entropy Production Rate 所以这是它的安慰 然后接下来看一下这个turn 这个turn会不会是对的呢 这个是Heat Flux 所以单位时间 单位面积 西方热多少 然后除以温度就是K 然后这边会是Temperature Gradient 就是Gradient 就是一个除以距离 那你就把这个删掉 删掉完之后 你就发觉一样是 单位时间 单位体积 产生多少热 所以这跟这个是一样的 然后接着我们看这个 这个是 单位时间 单位面积 通过几个原子 或者是多少charge 然后这个是 Electrical 就是Potential的Gradient Potential Gradient 那就是一个工 对不对 因为Potential 然后Gradient 除以一个距离 那你就可以看到 这一样 就是单位时间 单位体积 然后工程上几个工 所以才是一个交额的单位 所以一样 所以一样的单位 然后接着就是Flux这里 Flux这里的话一样 单位时间 单位面积有几个 原子通过或几个 charge通过 然后False的话 你就可以用False 乘上距离 除以距离 对不对 那这样你就变 单位时间 单位体积 例乘上一个距离 也是个 然后再乘上个数 还是一个交额的单位 所以针对 单位check这件事情 也没太大问题 OK 所以接下来 透过 热力学第一定律的 一系列的推导 跟单位的确认 我们都肯定 这个equation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当我们未来遇到 两个以上的 False的时候 我们就把他们 跟他们对应的Flux 加种在一起 就可以计算 Enthropy Production Rate 好 那接下来的问题 可能同学们有的问题 可能就会是 我们有提到 False是我们给他的 所以很轻易就可以得到 那Flux呢 老师老师 怎么求的Flux 那我们这边就有一个 帮大家很快review一下 过去大家学习的Flux的部分 我们在Heat Flow这里 一样是Flux 对不对 Heat Flux乘上Driving Force 应该没有问题 但怎么样量得这个Heat Flux 以前就有告诉你一个叫Furry Slow 也就是我的Heat Flux 会等于负的 Themocondativity 乘上我的Temperature Gradient 所以借由这个 我给他一个温差 我量热电 JQ 我就可以 应该怎么说 我给他一个温差 然后如果知道 Semocondativity 我就可以知道 JQ是多少 对不对 因为你就可以知道一个 这样的关系 那也有很多人 事实上是 给他一个温差 我量JQ 我就可以知道 这材料 Semocondativity 是多少 对不对 好 然后Mass Flow 就Diffusion的部分 一样Atomic Flux 乘上Electrical Potential 负的Electrical Potential Gradient 那过去在Fixed Load的时候 就告诉你 我的Atomic Flux 会等于负的 Mobility Concentration 跟Driving Force 在这里是 负的Electrical Chemical Potential的Gradient 那Mobility的部分 就是 当我给他一个 单位Driving Force的时候 那他的速度 原子移动的速度 是多少 我们称他叫Mobility OK 那最后一个是Charge 也就是Electrical Flow的部分 那一样是Flux Flux的话 我们通常会在 Current Density 这里再出一个 什么 Charge 所以你就会变成 单位时间 单位面积 有几个Charge通过 那个Carrier通过 然后接着 他的False False的话 根据电子学 就可以找 我的False 事实上是Charge 乘上负的Electrical Potential Gradient 写成这样 但因为 可以注意到 我们还需要知道Charge 多少的话 在两侧上 有点麻烦 所以的话 根据这个四指气 Q是可以被删掉 所以在后来的例子里面 后来的Case里面 在Electrical Flow这里 我们的Flux 就直接用Current Density 然后我们的False 就直接用负的Electrical Potential Gradient 好 那怎么样求的 这个Current Density Based on Almost Low 你知道它等于负的 Almost 这也是Current Density Almost Low 等于负的Electrical Conductivity 乘上 Electrical Potential的 负的Electrical Potential的Gradient 或者是你可以 用Low 乘上电场 都是可以的 好吧 好